這個拆除工程未來的執行方式 還有我們未來拆除之後的簡易律化 還有停車問題的一些探討 下一節 首先我們先針對一下我們上一次會議 一些民眾的一些關切的問題 我們做一個簡短的說明 首先第一個 就是大家對於我們的 停車問題的問題 大家特別的關心 我們預計未來的停車格呢 初步規劃 可以規劃到100到116個停車格 後續詳細的停車數量呢 我們還是以停管處為準 第二個就是停車場的經營方式 到底是如何 我們這個等一下呢 我們會由停管處的人員 為大家做個詳細的說明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 我想拆除的時候一些 除蟲的一些作業 我們規劃就是從8月28號開始 辦理我們的除蟲滅蟲的作業 每週就會定期的托爾滅蟲 每兩週會定期的消毒 一直持續到我們9月25號 拆除完成為止 我們整個的計劃緣起 我們可以大概很快的講一下 就是我們的福德平宅的部分呢 是在民國五十七五十八年的時候 新建的一個建築物 目前已經沒有人在使用了 我們都方局定於就是 104年的時候呢 由於規劃先拆除五棟平宅 還有一棟活動中心 作為一個檢疫綠化 還有臨時停車場的空間 我們計劃目標就是在 104年的中秋節 就是9月25號前 把全部的 把五棟平宅 還有一棟活動中心給拆除 好下一頁 我們的拆除的範圍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是從我們大大路 還有林口路 還有大大路96 相當94 像這個福德平宅的位置 是我們的拆除計劃範圍 然後我們會保留一個 就是我們西南角對洞建築物 保留下來 拆除其中的五棟 還有包含我們的活動中心 好下一頁 好拆除的過程中呢 其實為了施工安齊的安全 還有我們會在整區 圍齊我們的圍離 好我們出入口 是開在我們的大大路96 上的部分 好再來圍離圍起來之後呢 為了干擾施工作業 會對於臨房的 減少干擾 我們會作為一個方程 那個陰架 來減少對臨房的干擾 這樣 再來整個 工程車輛的動線呢 我們是規劃從大大路96 從這裡進出喔 但是目前現況 我們已經現看過喔 廠商認為就是 目前這邊呢 停了很多的車輛 然後但是呢 因此會影響到它的 施工車輛的進出喔 所以可憐呢 請各位就是 未來的話 可以盡量不要停這裡 再來我們已經跟就是 民館處做個出戶的會堪喔 公館處也答應就是 交通處做個會堪喔 交通處也答應就是 我們這部分呢 會開始 就是畫紅線喔 就是禁止 民眾就是臨時停車喔 然後在9月25號 我們拆除完成的時候 會恢復原狀 所以這段期間呢 我們廠商會 只要有空格的時候 我們就畫紅線 就是盡量 避免大家停車喔 然後大家停車在那裡 其實施工車輛進出呢 也會多少 對那邊自己的車輛有些干擾 所以呢 請各位鄉親也可以 請大家幫忙一下 就是施工情接 這段道路 盡量不要去停車 因為我們都大型的砂石車 還有怪手會進出喔 所以會很麻煩喔 也不希望會破壞到大家的車輛 所以請各位幫忙 那麼施工完成後 到底會做怎麼規劃呢 首先我們可以 為了 所以我以為這台的諸如此小 其實我們盡量多一些綠化的空間 而且停車空間 我們盡量的朝向更多的方向去規劃 因此我們北向地方呢 綠色部分會 作為小叉子 然後空間的綠化為主 南部的兩邊的這兩棟部分呢 我們會作為我們臨時的停車場部分 目前我們第一階段就是定於9月25號 會把地上路給開除喔 臨時停車的方式就是我們會 交由停車停管處去規劃 目前預估是一百多的停車等 目前我們的工期規劃期程是如同屬式喔 我們目標定於9月25號 然後第一階段清除完成 定於9月29號的時候作為第一階段的驗收 好 接下來不曉得大家對工程還有什麼問題 這邊請廠商說明一下實際施工的一個 概況跟實際施工的時間點 請廠商那些 封級各位民眾大家好 因為這個工期呢 比較迫切 所以我們呢 戰例說 工期是 從禮拜一到禮拜天 然後早上就 欸八點進場 一直到晚三六點 所以可能 會造成民眾相當的不便 然後 再次再請民眾多多巴喊 謝謝 這邊我大概補充一下,剛才施工廠長這邊有說明每天的施工期間,那當然中午的時間有12點到1點的休息時間 那當然畢竟這個拆除工程在那麼緊迫的時間要能夠完成,就要請各位民眾體諒跟包含一下 因為這個過程拆除難免都會有粉塵噪音,那能夠事先防範的現在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我們廠商已經進場在做一些防護措施,就是盡量盡可能的避免在拆除過程當中那個粉塵或是降低一些拆除的噪音 那當然這個不可能全部百分之百啦,這個還是要請我們臨,就是我們廣池第一接過的這些居民朋友大家要多包含 好,那在座的各位有沒有針對我們拆除還有拆除之後的規劃設計有沒有特別要表達愛事? 我們先去拆除一下